流量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这一步我见过 抢中路 操作去上路呀 去个舌头 我咋打过射手 站你个头啊 对面哪有射手 别吃我惊艳呢 我那个小妖怪 这八戒吃了中路一个兵 终于离开了 大仙大仙 你怕是个妖怪吧 这是职业比赛 哪有抢中路这种操作 人家这是新版养猪流 中路兵线比边路短 猪八戒吃了中路一个兵 再赶快上路 刚好短兵相接 不漏惊艳 这下我就懂了 这只猪 由于多了中午这个小兵的经验 配合姜子牙发的经验被动 在第一波团战来临之时啊 E-Star就至少有两名英雄能抵达四级 这样一来啊 RNGM在两分左右的时间段内 只要打架 就必然会处于劣势 果不其然 选择上路干坎 遇到一只四级猪八戒 你看这个猪头它又肥又壮 就像这个碗它又大又圆 同时下路队友开花 盘古被姜子牙大产收掉 正式奠地了RNGM烈士开局 这又啥 中期打回来不去玩事了 说的很有道理啊 RNG的队员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可事实能入院吗 纵观RNG的阵容 老夫子盘古苏裂 这三兄弟啊 手短的像三条金鱼 悬测勉强算是霸王龙 凶是够凶啊 可是这手的长度嘛 你看这一波啊 正面联波先手悬测 江子牙补上技能 直接将悬测打残 联波一人已经将张良大招吸收 血肉之躯分割战场 江子牙被苏裂打起 此时RNGM已经没有控制 三只禁鱼与连波扭打在了一起 对位的马马哈哈虽然也是残血 但是面对敌方三个短手 加没技能的张良 就如入无人之境 打造命中三人 三个醒目的1700架 AOE瞬间爆出 收割悬测的同时 还将苏裂盘古打成残血 盘古转身112A 也没能把他收掉 看起来这波连波恐成最大赢家 可是没有残血的马马哈哈 抱在AOE 这波4打5的团战 结果还真不好说 那这里啊 要说一下纳克鲁鲁这个英雄了 要给刺客神技排个顺序啊 前三必有这个技能 被这个鬼英雄虐过我们 不用问都有答案 带你看看啥叫神技 纳克鲁鲁大招 飞鹰即席 使用后加速50% 持续6秒 二段施放造成一级600 加265% 额外AD伤害 减速50% 玩射了还减少敌人30%的输出 持续3秒 你听到了啥 AOE减速 减伤加速 位移高爆发 五合一榴弹大底包 面对RNG短手阵容啊 你想把这个炸弹抛给谁 谁就得结结实实的收下 减你50%移速和30%输出 被大招命中的敌人啊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那江子爷啊 猪八戒都是奠定前期优势的幌子 只有这首纳克鲁鲁 才是Esta Pro 战胜RNG的杀器 那这里也警示了大家啊 遇到一个会玩的纳克鲁鲁 应该如何应对 说啥呢 东皇加张良 此后不就完善了 这还有大仙你教 他不落头 我不放大 爱谁谁 但交出了所有技能 跟上一波如出一辙 但聪明的是 盘古这波并未跟上 而是在河道草丛OB 此刻 纳克鲁鲁入场啊 先手连波的张良 轻刻倒地 盘古后手出场 纳克鲁鲁交完技能 回身想跑啊 却被盘古打了一波收割 虽然是一波RNG4打5 且先手连波完美烈士团战 却因为盘古的隐忍收割 最终以二花二军事收场 这就是反制纳克鲁鲁的典型案例 纳克鲁鲁虽然在蹲草 但是一套技能交完啊 他也只能是个走地鸡而已 螳螂普查黄雀在后 只要此刻也有人反手蹲他 几波过后啊 纳克鲁鲁威胁 就会随着他崩溃的经济而瓦解 比赛最后啊 因为战术的差距和阵容的克制 RNGMC by ISTA PRO 未能复仇成功 但这场比赛啊 不仅让我们了解了 枪死牙体系前卫的作战细节 更是警示我们啊 面对鲁鲁这样强大的刺客啊 在排位中应该如何应对 一场比赛不过十来分钟 唯有做好每个细节 才能奠定局势的成败 让我们一起为选手加油吧 我是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